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近日 朱婷宣布回归中国女排成为了排坦的最大消息 随后 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了这件事 据不完全统计 就仅仅2023至2024一个赛季 中国主公朱婷以个人比赛视频或者文章报道形式 登上国际排联官网或者官方账号在15字左右 不得不说 朱婷的国际影响力真的出众 事实上 本赛季朱婷在一甲表现很突出 让我们看看 朱婷一甲俩赛季进攻数据 2022至2023赛季 867口 成功率43.14% 效率35.41% 2023至2024赛季 808口 成功率42.45% 效率35.40% 这赛季朱婷从2月份开始增加训练量 到2月末3月初 力量和体力就大幅提升了 在打决赛前成功率还在43.57% 效率37.43% 而且朱婷弥补二船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牛 虽然与奥杰年路为奇配不上 但他弥补了太多了 在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 表现也是相当优秀的 当然了 他在决赛中面临的困难也大 桑塔对他的研究比较透 高篮网针对他 德里纳罗和罗宾逊防守出色 发球也是针对朱婷 只希望下赛季能和二船配合得更好吧 朱婷并不挑球 球不矮 不靠外能发力就行 速度快没问题的 他的脚步可以跟上 甚至不用助跑也是他的优势 之前朱婷配过的二船大概有15个 最离谱的四号位其实也不是今年 而是2014年大奖赛和王纳配合 今年印象最深刻是因为对手过于强大吧 不给一点容错率 最后期待重返国家队的朱婷能有出色的表现 2024VNL第一周巴西战 根据菜编安排 朱婷不打第一战 这一战我们的对手是韩国 美国 加拿大和塞尔维亚 第一战中 加拿大和美国最不好打 其次是塞尔维亚 最后是韩国 加拿大为了奥运名单肯定会拼了 接应范莱克状态明显要比2023年奥兹格赛更好 防守也明显进步了 格雷在加拿大队一船相对会更稳些 主二船布里金在八超打得很出色 而美国各个球员 尤其主攻和复攻竞争很激烈 还有二船的配合等 虽然罗宾逊等人因为刚刚结束联赛可能不参加这战的比赛 但是美国还有波尔特 拉尔森等人付出 应该也要努力去赢 以建立心理优势 这次大概率不会像2023VNL那样放水了 塞尔维亚替补 但还有几个位置需要去争 不容小觑 04年的复工库尔塔吉奇应该会主打 毕竟古德帝都带着去奥兹格赛 04年的主攻乌泽拉茨应该也会主打 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中国女排的第一场 其实就一场关键战 而且还是阵容不整 磨合不齐的加拿大 中国女排集训了那么久 除了要全力以赴去赢球外 还应该去检验一下王毅竹 吴孟杰 庄宇山 张长宁 王文涵 去检验一下集训成果 这样有了问题还来得及补救 由于朱婷四月底才结束一甲的比赛 和丁霞不同 丁霞一直是替补 基本不上场打球 而朱婷基本都是主力首发 打满整个赛季 所以联赛结束后的疲惫程度是不同的 不可能回国立刻归队 需要短暂的休整 要知道 中国女排第二三战的对手更加强大 如果我们想力保澳门战和香港战的比赛 就不该让朱婷走过地球一个半径去巴西参赛 当然了 蔡比也说了会让朱婷休息 那么我们就要看集训了那么久的中国女排 是否能在第一站发挥出色了 试联赛即将开始 中国女排将迎来挑战 而作为球队的头脑 二船凋零雨职责很重 那么她能否化身中国女排的光速二船 带领女排取胜呢 当今排弹任何球队都追求速度 速度越快越好 特别是蔡斌接手以来 由于攻守实力不足 所以特别强调速度 所以传球快速的凋零雨被位以重任 凋零雨的传球确实快 从去年开始 真的猜不到她会给谁 传的是真快 这也是她的优势 但目前来说 她主要是欠缺稳定性和抗压能力 从比赛来看 凋零雨的致命伤是心理素质 一到关键时刻就抽风 这需要她去改善 从去年的比赛来说 凋零雨真的传得很好 再稳定些 心态再成熟些就差不多了 我认为 顶级二船是稳定性和持续性 在加点花火 凋零雨去年的表现 还是说得过去的 但想传承又快又稳 还需要状态和灵感 可遇不可求 以她目前的速度再有球头 以及别抽风 就已经是一流二船了 但后两者很难做到 好二船和所谓潜力二船的差距主要就在这里 其实既快又稳本身就是矛盾 只能说二船要在快的基础上尽量保持稳定 但好的二船不是一味的快 而是变化节奏 让对手篮房找不到规律 慢悠悠的只要传高传稳 估计少提笑的小姑娘都能做到 若在快节奏的攻防转换中 还要求极快又稳 这世界上能做到这样完美演绎的 估计就会寥寥无几了 希望凋零雨再快的前提下 只能力争求稳 真正成为世界顶级二船 此外 中国女排在女排国家联赛首周的比赛中 将会依次面对韩国女排 美国女排 加拿大女排和塞尔维亚女排 这四场比赛虽然观赛的时间不够友好 但是CCTV5都会进行直播 这对于球迷来说可以大饱眼福 其中和韩国女排的比赛是最没有悬念的 和美国女排的比赛赢球的难度比较大 塞尔维亚是替补出战 所以胜利的天平会倾向我们 只有和加拿大女排的比赛是最关键的一场比赛 目前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第六 而加拿大女排世界排名第十一 中国女排比加拿大多了65个积分 两支球队需要竞争奥运会名额 中国女排需要守住前十 而加拿大女排就是冲进前十 因为前十名是晋级奥运会的底线 而由于我们的世界排名比较高 所以这场比赛不论如何 我们都是要赢球的 从双方去年的战绩来看 在女排国家联赛上 我们横扫了对手 但是在女排奥兹赛上 我们却五局大战输球 也正是当时输给了加拿大 所以中国女排和直通奥运会 渐行渐远 最终目送塞尔维亚和多米尼加晋级 非常的可惜 所以加拿大女排不容小觑 加拿大女排主要依靠的是 接应范莱克 主公格雷和副公马格里奥的发挥 我们不要小瞧马格里奥 她的拦网曾经让中国女排吃尽苦头 不过从账面实力来看 中国女排还是迎面更大一些 毕竟我们可是上届女排国家联赛的亚军 其实从去年国家联赛的积分变化来看 丢分最多的塞尔维亚女排也只丢了42分左右 所以加拿大女排想要超越中国女排 除非中国女排全面崩盘 不断地爆冷输球 不然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为我们的奥运会名额担忧 届时让我们拭目以待 但这次是我们续毛蓬 lid 包装 好 是 拿大 锅 包装 巨行